第十三章 下肢的肌筋膜序列 生理上有如下两种类型的肌力 爆发力 肌肌肉没有被拉伸时产生的收缩 如马用两条后腿站起来 超等长力 肌肌肉被拉伸后产生的收缩 超等长力是化学过程上 加上一定的粘弹性作用的结果 它利用千张反射 将一块肌肉从静细体为拉长 因此能够产生更好的收缩效率 因为它将激缩的拉伸 与肌肉平行的弹性结构的拉长 及肌肉内在的化学过程 三者联系了起来 另外将同项肌筋膜单元串联起来这一作用 也可以被认为是超等长收缩效果好的缘由 以足球运动员为例 在准备踢球时 下肢后板将前项运动序列拉紧 该序列串联着前向宽部 膝部 踝部 和足部肌筋膜单元 在这个准备阶段 其实是 解抗序列后向运动 将前方的结体组织结构 置于张力之下 当神经系统发出踢球的指令 在筋膜序列统领下 各种前向运动的肌筋膜单元成为一个杠杆 在这一系列动作中 单一的故障可以导致力量的减弱 本体感觉信息的偏差 如果忽略这些初始的信号 动作就不会协调 而引发关节紊乱 可结合下肢 肌筋膜序列的一些解抛视力 理解以上信息图1.2.1.3 例如 一场足球比赛结束时 会出现一个或多个关节酸痛和肿胀 此外 如果不用筋膜手法调整序列 而是服用止痛药 则不协调 会持续下去 而导致关节结构 韧带或肌肉的永久损伤 下肢前向运动序列 足部前向运动 前足 主要由小腿前部监视的 强有力肌肉完成 与手不相同 足部的远端肌肉 用于精细动作 支段的主要运动 肌肉都位于小腿和前臂 母短身肌 是这个前向运动序列的 足部固有肌肉 它起自身肌支持大 能向远端 拉紧小腿筋膜的前部 足母短身肌 教训它止身肌 有自己的解抛独立性 以及不同的运动功能 怀部前向运动 前怀 由颈骨前肌 至上身肌 及祖母长身肌完成 这些肌肉 起自颈骨科和肥骨 肌肩膈及上腹的筋膜 骨四头肌 前膝的健性扩张部 将小腿筋膜的前部 向近端拉紧 而之前在讨论的 那些远端肌肉 则将之向远端拉伸 这样 每个肌肌膜单元 不再是单个孤立的实体 而是都相入一个序列 扩肌膜 延伸到股四头肌上方 部分可以在骑上自由滑动 在近端 它被假腰肌 少量纤维拉紧 在远端 它被骑在股内 外侧的肌 肌的肌间格上 附着点拉紧 假腰肌膜 向远端延伸至股四头肌的 股内侧肌上 而在近端 它连接涉及 骨盆前向运动 前盆的肌肉 骨内侧肌和防降肌 向远端 拉紧该肌膜 而腰小肌和卡肌 则向近端方向迁拉 下肢后向运动序列 足部后向运动 后足 属于足的外侧肩式 内含小指斩肌 和直短曲肌 这些肌肉的一些纤维 起自这个筋膜肩式 使得这些肌肉 成为后向运动序列的 远端章肌 足部的后向运动 对应着 步态周期初始阶段的 最大推离时刻 在这个阶段 足部轻微悬后 因此包含 小指斩肌的足部外侧肩式 会接触地面 小指斩肌 起自足底肩膜 后者是小腿三头肌 后怀跟肩的延续 小腿三头肌的收缩 会牵拉锅肌膜 而肥肠肌纤维 相入该肌膜 锅肌膜和小腿肌膜 在尽端被骨儿头肌 少量纤维 及半件半膜肌的 部分纤维拉紧 这三个肌肉 参与膝部 后膝和宽部 后宽的后向运动 因此 这些肌肉 不仅牵拉锅肌膜 还牵拉底结结韧带 臀大肌的深层纤维 其自该韧带 这种肌筋膜间的连接 在后向运动 每一步的推理阶段 都会被拉紧 在尽端 底结结韧带 与胸腰筋膜相连 竖脊肌 几次胸腰筋膜 而在腰部后向运动 后腰中 它们成为下肢 后向运动序列的张肌 下肢 内向运动序列 足部内向运动 内足 相当于手指的内收 足底的骨肩肌 小指对肘肌 小指趋肌的一部分 和祖母收肌 将足指向内移动 这三个肌肉 分布在足底筋膜 三个不同的层次 都能够内收足底 它们或通过一些纤维 直接起自足底筋膜 或起自足底筋膜 韧带扩张部 并因此被当作 内向运动序列的 远端张肌 足底深筋膜 与足底骨肩肌相连 在前部构成了 折骨头的横韧带 在后部与 指肠趋肌肩 旁边的筋膜相连 指肠趋肌 挤着颈骨和小腿 伸筋膜 小腿伸筋膜向上 与锅筋膜 深层相连 骨薄肌 发出一些 肩性扩张部 到锅筋膜上 附着在内科 额俗的肌肉 参与膝关节内侧稳定 与肘部一样 在膝关节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内向运动 而是由肌筋膜的 连续性来保证 和协调膝关节 内受稳定性 筋膜翘包裹着 骨薄肌 并伴随它 从齿骨 延续到颈骨 骨薄肌是双关节肌 参与膝关节内受稳定 大腿的内向运动 大腿内收肌的筋膜翘 被来自 腹直肌的纤维 向近端拉紧 这些纤维 附着在该筋膜翘上 肌纤维的筋膜附 在过去常被忽略 因为实际上 我们只检查 肌肉的骨骼附着点 因此 确定肌肉的活动性 自然 筋膜张肌的纤维素 远小于附着于骨的 肌纤维素 因为前者 紧拉伸弹性结构 而骨性附着 必须能够提起 数公斤 甚至成吨的重量 下支 外向运动序列 足部外向运动 外足 与手指的外展相同 涉及足部的骨肩背侧肌 这些肌肉 连接足部的 背侧身筋膜 骨肩背侧肌的收缩 将该筋膜向远端牵拉 而在近端方向 该筋膜受到第三肥骨肌 和脂肠身肌的筋拉 这两块肌肉都有一些纤维 解自前部肌肩格和小腿筋膜 以上这些结构 协同完成了 怀部的外向运动 外怀 因此 在怀部外向运动过程中 小腿外侧筋膜的近端 也被拉紧 扩筋膜张肌的卡金素 有一个渐性延伸部 向入小腿外侧筋膜 扩筋膜张肌 与内向运动序列的 骨膀肌相同 也是双关节肌肉 并完成宽部外向运动 外宽 同时还稳定膝关节的外侧 外膝 扩筋膜张肌 通过卡金素 将小腿外侧筋膜拉紧 它还有一些纤维 起自卡肌 并直接相入上腹的扩筋膜 这样 也可以拉紧扩筋膜本身 臀大肌附着在卡金素上 因此 该肌参与宽部 外宽和骨盆 外盆两处的外向运动 这样 骨盆外侧稳定 与下肢外侧稳定同步 但是 由于 怀部外向运动 基金膜序列 特别是肌远吨部分 仅有少量的肌纤维 当足部位置不当时 怀关节外侧韧淡 经常会被扭伤 下肢内旋运动序列 足部内旋运动 或称 将前足向内偏 主要是由 足母斩肌完成 如果这只是 母斩肌的唯一作用 则它 只起自 根骨节节的内侧凸 就足够了 但是该肌 还具有 维持小腿肌膜张力的作用 因此 它还起于 小腿肌膜的身面 及 曲肌支持带 这个支持带 有两层 浅层延伸至 足母斩肌 内旋足 的内侧监视 深层与 足部中央监视 内族相连 怀部内旋运动 内旋怀 有两个 颈骨肌 和足母肠 趋肌完成 这些肌肉 相入其 上覆盖的筋膜 因此 它们的收缩 可将小腿筋膜 向远端拉伸 小腿筋膜 在近端 被附着在 颈骨内颗 额族的 肌肉拉紧 特别是 缝降肌 缝降肌 还参与 肌部内旋运动 内旋息 一些 扩肌膜张肌的纤维 延伸到 颈骨前肌的筋膜上 扩肌膜张肌 与大收肌 及持骨肌 一起参与 宽部内旋运动 内旋宽 腹骨勾韧带 在大腿内旋力 和大腿外旋力 之间 起中介作用 骨盆内旋运动的 筋膜单元 位于 恰前上肌下方 该骨性突起 是扩肌膜张肌的起点 当大腿 开链运动时 引起宽内旋 当下肢固定于地面 进行成 壁链运动时 它引起骨盆内旋 内旋盆 大脑 并不能够区分 这两个基金膜单元 内旋宽 内旋盆 因此 激活其中的哪一个 解决于 是下肢 还是骨盆 受到了牵拉 下肢 外旋运动序列 族铺的外旋运动 外旋族 或称 前族 向外偏 由 直短身肌引发 类似于 族母斩肌 该机写字 身肌下肢时代 及 聚骨 根骨肩韧带 聚根骨肩韧带 是将聚骨 与其他腹骨 连接起来的 多条韧带之一 肥骨长短肌的基建 是这些纤维结构的 尽端张量 因为它们之间 通过间隙膜相连 在小腿部 肥骨长短肌 由同名的 尖式环绕 这些肌肉 将聚骨 向外旋转 外旋怀 它们的一些纤维 几次包扰 它们的筋膜 因此 它们是下肢 外側筋膜的 远端张肌 在尽端 翡侧筋膜室 由相入 它的一些 骨二头肌纤维拉筋 骨二头肌 是膝部的 主要外旋肌 外旋膝 肌短头 附着于 构成该肌筋膜 翘前部的 外侧肌间隔 这个筋膜翘 与位于 大腿尽端的 深层 臀筋膜融合 深层臀筋膜 覆盖宽部 外旋运动 肌筋膜单元 外旋宽 该单元 由 骨四头肌 臂孔肌 梨状肌 和臀肌构成 臀中肌 和臀小肌 还参与 骨盆的 外旋运动 外旋盆 由于 它们的一些纤维 还附着于 其上腹的筋膜 因此 它们被认为 是外旋序列的 近端张肌 在外旋序列的 词